大家好 我叫周星涛 今年26岁 来自浙江曲州 是一名单板豪雪运动员 也是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 那你今天可真的是来对了 我们这边就有专门从事 你这个领域的老板 希望他能给你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这个带着他有多久了 十年了 十年了 这是我全身上下最酷的一个配件 很酷 确实酷 截至以前是一名游泳运动员 对 是练游泳的 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车祸皆知 当时是小时候摩托车飙车 出了车祸 当年这个经历 是让你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的转发生 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导师 赖教练 然后他是一名小麻痹症患者 然后跟我一样也是退 然后是他教会了我怎么样一条腿去 所以开始正式接触起了这个残疾人的运动是吗 对 然后大学时候被选入了浙江省残疾人自行车队 你还是如愿考上了大学的 对 在自行车队训练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录出来 然后赖教练跟我说 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走出来的话 那么我坚引退役 那句退役给我打击特别的 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周的思想斗争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走出来 从那以后我就接触到了身边很多很多 跟我一样的残疾人 因为自己走不出来 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帮助他们一起走出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拥抱这片美丽的天空 做得真好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你刚才讲的极限运动了 我12年接触的滑雪 是朋友带着我去滑的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到 每一样极限运动 都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感 是很不错的 所以是从滑雪开始接触的 也成为了正式的滑雪运动员 然后是17年 是中国中台联全国选拔运动员 现在是志杨省丹满滑雪队队长 好棒啊 队长 但我知道你不仅仅喜欢滑雪 还有很多极限运动 你都在尝试和挑战 海陆空 海陆空 有这样的视频是吧 有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当时心里想着就飞起来的那个兴奋 所以受这个苦也值得了 那像你这样的有一些惨障的朋友多吗 我是中国第一个飞的 残疾人里面第一个 我飞之前不知道 飞完之后我的教练才跟我说 心涛你是第一个 他说你飞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你说话 在自己飞完了之后 带了两个和我一样的残疾人士一起去飞了 他们也学会了 然后就特别地自豪 我刚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 让你一直在去做运动这件事情 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这一件事情 给我的信念就是 我想因为我代表的不是个人 所以这么八千五百万的这么一个群体 去做一件事情 去年和奥索公司一起 组建了全国第一次残疾人滑雪训练营 然后他们反响都很好 所以想把这种勇气带给更多的残疾人 对 带给更多的人们 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 从内心走出来 大家都知道 那个弥罗岛的维纳斯 如果他的胳膊在那里 那其实可能只是说 我们在希腊大地上 随便的一个神像而已 恰恰是他因为有了一个断臂 所以他才是经典和不朽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一次的事故 给予他的生命不一样的 更夺目的光彩 所以我都觉得是很感动的事情 说得真好啊 但是极限运动还是有危险的吗 爸爸妈妈不会担心吗 很担心 很担心吧 所以我基本都不跟他们说 妈妈会唠叨是吗 我妈给我最大的反对就是 我不给你一分钱 但你还是去了 你要能去你就去 但我还是去了 所以这钱拴不住人 这个爸妈也来了 是吧 这老母亲估计上场还得说你 那把爸妈请上来吧 好 来 有请两位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杰杰杰 今年55岁 我叫周建荣 我是清涛的爸爸 您爸爸那个激动的心情 还没有有点愿微地在颤抖 很为儿子感到光荣骄傲 当时我也担心他 这样自闭小猪以后怎么办 今天能看到他这样 他自己也很生气 就是也很不容易 给儿子鼓个掌吧 这妈妈心里还是有担心的 担心 那您会跟他说吗 说你别去从事极限运动 就阻止过吗 阻止过 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 他不告诉我 都告诉他老爸 那他喜欢了我又没办法阻拦了 那个他骨折了好几次 您知道吗 不知道 一次都不知道 他就住院 医院里养治 没回家 你就说实际情况 因为我知道我说了 爸妈会很担心 我觉得你们朋友 不要会让他们担心 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个人问题呢 个人问题先放一放 先放一放 也就妈妈看你呢 我希望早点成家 我妈妈一直在催 催啊 我觉得心涛这么优秀 这么开朗阳光 应该有好多女孩喜欢吧 估计追得太多 然后就看花眼了 是这情况吗 这么优秀男孩子 滑雪街滑得好的 后面女孩子一大堆 其实还是自己觉得 想要先去成就一番事业 再去考虑个人问题 那这个遵循内心 我觉得不用着急 妈妈也放平心 她只要有她追求的爱好 充实的人生 其实早喝晚 那她自己来决定 好吧 放宽心啊 对儿子有什么嘱咐吗 今天跟她说 我们这么多人看着呢 有人帮您说话 安全第一 尽量保护好自己 她愿意就去做吧 她开心就好 她开心我也开心 哎呀 这好妈妈啊 好妈妈 有你老妈这句话 你更得注意 爸爸有什么 跟儿子说的 我希望她在外面 能够实现了你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 你如果外面遇到什么 尽管回来 爸妈永远支持你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 爸妈永远支持你 那我们有请星韬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那有请 我的心愿是做残疾人的滑雪和滑翔伞的训练营 好 来讲讲你的这个信任吗 因为我刚刚说了 我去年有和奥索公司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参加人滑雪训练营 就是希望我们一直这样持续办下去 关于您说的那个训练营 因为我们您也知道 我们做了很多VCamp训练营 就是我会协助你把这个训练营 不是一期 可能是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 我们把这个训练营一直搞下去 但是我这个训练营是纯公益性质的 没关系 我们不考虑钱 因为做我们所有的Camp 只是把我们南方的滑雪市场能够做得更好 把氛围做得更好 好吧 好 谢谢 你是运动员 我先生也是运动员 原来是六届CBA总冠军 也是亚洲冠军 那现在呢 在做这个专业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工作 那么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我先生都可以帮到你们 希望每一个不太一样的朋友 都能够插上翅膀 跟你一样在空中飞翔 谢谢 我们的一句slogan叫做 以生命影响生命 那么我特别希望 未来你再去做这个训练营 我觉得可以引进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平台当中 我们的平台有11万的会员 我特别愿意让我们的 11万的企业家跟会员们 通过你这个训练 你找到一种新的力量 同时我相信 我的平台上面的所有的会员 也特别愿意帮助你 你的身边的同伴们 一起走出这个黑暗 一起以生命影响生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老板 其实今天呢 还是有一份惊喜要带来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门背后是谁呢 来 请开门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澳索公司 中国区的工作人员张扬 我们澳索公司呢 是一家全球性的甲值公司 有非常多的残疾运动员呢 使用我们澳索公司的甲值 这也是我们澳索公司 一直自律的目标 就是为广大的肢体残疾人群 提供无局限的生活 这一次呢 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那么我们为周新涛呢 为了帮助他实现 他的一些追逐梦想的愿望 我们特意为他提供了 用于滑翔伞 滑雪的专业的运动甲值 同时呢 我也希望新涛在未来当中 能取得更辉煌的目标 嗯 谢谢